HELLO VOGUE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木耿如 我今天穿的這身洋裝是一個one piece 大格的千鳥紋 然後有點大氣的感覺 還有一個很休閒的口袋 然後配上這個今年最流行的登山靴 然後今天我背的包包是coach的包包 它有一個小巧思也是印第安的流蘇 還有皮革做的這種小羽毛的感覺 然後我現在要來介紹我包包平常會攜帶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我最喜歡的畫家草堅女生設計的一個小化妝包 那裡面就會放我一些就是平常會用的小物 像我今天就攜帶了這個香水 是其實跟我個性還蠻不搭的 因為我最近想要提升自己的女人味 這個香水是比較女生的香水 就是它有一種淡淡的莓果香氣 大家都以為remote還是有出行李香 其實它有出很小的一個小盒子 然後它也是平常裝一些小物非常方便 然後不怕碰撞的 所以我隨身就帶了兩個外接電源 然後它是一個 其實我擺在桌上很常人家會以為是飲料 然後它是星巴克的聯名款 然後就是一個罐裝飲料的感覺很可愛 這就是我最近平常身上會攜帶的小物 這身打扮的是比較學院風書卷氣息的感覺 有一種從霍格花枝飛出來的感覺 這就是我平常很常戴的手錶 因為它是有潛水功能 它可以潛到一百公尺身 所以最近我在游泳運動的時候其實都戴著它 這個登登Burberry的墨鏡 這也算是我平常蠻常戴的一個墨鏡 因為我覺得它比較不會這麼醒目 但是感覺戴上去的時候 這邊又有一點就是很帥氣的風格 跟我平常比較有個性的個性很相仿 然後我這身打扮的是有點牛仔風嗎 就是它有一點小銅去在裡面 然後這個絲巾和靴子都是愛馬式的 然後它這個裡面細細的翻開來 居然有一個人在滑水道上面 就是一種很可愛的風格 然後配上這雙鞋子是年秋冬 這個靴子非常的流行 然後算是還滿有個性的一個搭配 然後整身就是 是我平常會穿的衣服 對 總之那我今天就是有點俏皮的女巫牛仔風 我沒有想到你